大家好,我是老陈 继续遗嘱黄昏脸 在医院里打了路破针以后 我就烧死了不起的功能 我就担心我们的黄昏脸将会夭着 我把我的想法讲给了范儿听 范儿就安慰了我说 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很小的一部分 它并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他又说 医生说你停止路破针以后 一年两年你会恢复 就是不恢复 你有手,你有嘴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做爱 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也使我非常的感动 我们那时候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在我的病情得到比较明显的好转以后 我们准备举办我们的婚礼 在这里我想聊聊美国家庭和中国家庭一个很大的区别 美国家庭是非常重视多的性能 小孩18岁就离开家庭 他们就自己在外面谋生谋 租房子 他们不会赖在父母的家庭里不走 啃老 范儿的儿子工作以后 他就离开了家 他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里 住厨师 他也是在外面租房子 而他们家其实可以有房间给他住 他还是在外面租房子 他和他老婆医院的父亲租了一间房子 也租了好多年 后来他回来租以后 他也交给他母亲三百块钱的租金 大家会想 他妈妈怎么这么小气 儿子来租租也要收钱 这不是他范儿小气 这是一种美国的一种夺利性 就是父母的钱是父母的 父母再有钱也是父母的钱 不是我的钱 我到家里来住 我就要付房子 后来范儿的妈妈珍珠要人照顾 范儿就取消了这三百块钱 还出了学费 叫儿子的老婆 也就是他的媳妇 到学校去学护士 这样就取消了他的房租 也不是说单单小孩是这样 老人也是非常的独立 我有一个英语老师 他是教授 已经87岁了 他身体很不好 我到他家去的时候 他特使上都是要 他有四个女儿 他的丈夫是外科医生 已经过世了 他一个人住 我有一次和他聊到这个问题 我就说 美国的孩子真的不会照顾老人 像我们大陆 像你这种年纪大的 都是和子女住在一起的 他就跟我解释 他说你搞错了 不是他们不要我和他们住 他们都要求我和他们住 而我拒绝了 我想享受我自己的独立生活 我不想人家打扰我的独立生活 这个就是我非常的吃惊 他已经这么大年龄了 他还是要自己做 他也不做饭 都是他邻居自己烧饭 他们邻居烧饭以后 都烧一口 然后就敲他的门 给他吃 他们的邻居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照顾他 而我们大陆的孩子 尤其是都生子女 都有非常强的依赖性 而且他们也不懂得感谢 他们认为父母的东西都是他 父母为他做的都是应该的 而他为父母做的 好像都是不应该的 就是这种想法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有一个邻居 他的父母经常吵架 而他的儿子就是帮妈妈 还殴打他的父亲 而这种事情 在我们大陆是很多的 就是夫妻年纪大了 感情越来越淡薄 然后就互相争吵 而母亲老是责怪父亲 而他在家里就起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儿子女儿也不郑重父亲 因为母亲做了这个榜样以后 小孩就看样 也不郑重父亲 我在大学里有一个同学 他的父母和儿子坐在一起 儿子就非常的不尊重父亲 开口闭口就是脏话 很难以忍受 而他的妈妈也没什么 也没有说去责怪这个儿子 或者对他怎么 我还有一个小时候同学 他的妈妈也是 我到他家去开学习小组 就老是听到 他的妈妈在责怪他的爸爸 讲什么讲什么的 而我这个同学也受到了这个影响 他对他的爸爸也是非常的不尊重 非常的冷淡 或者讲话也非常的粗鲁 这个就是孩子 是以母亲作为榜样 母亲不尊重父亲 孩子也不尊重父亲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大陆过去房子比较紧张 小孩和父母都是坐在一起 很多家庭的悲剧 或者吵吵闹闹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而美国他们夫妻一般都不和孩子住在一起 他们都是自己住 而美国夫妻他们自己的感情 一般的说都比较好 但是不能说所有的 像范儿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不是很好 但是一般的讲 父母感情都是比较好 他们不会和子女住在一起 他们是单独的 他们有自己生活 不会和孩子的生活搅合在一起 也不会帮小孩看孙子 看孙女帮他烧饭烧菜 这个也不会 在美国都是非常独立的 子女也不会叫父母帮他烧菜烧饭带小孩 这个也没有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记得我过去在上海工作单位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 他也非常不尊重他的母亲 因为他母亲没有帮他带孩子 而帮了他弟弟带孩子 他心里就非常的不平衡 他说你没有小的 我就没有老的 对他的母亲非常的不尊重 非常的冷淡 生病啊什么他都不去看 他老是说 他没有小的 我们也没有老的 因为他母亲也不可能带很多孩子 他只能带一个孩子 就带了他弟弟的孩子 因为他和弟弟坐在一起 这个就是产生的一种矛盾 就是说父母要帮小孩带孩子 你不带 你老了我也不照顾你 所以这种悲剧在大陆也非常多 有些家庭小孩三四个四五个 但是母亲老了没有一个喜欢他 其中有两三个说 哎呀他也没有帮我们带孩子 他就帮其中一个带孩子 总挂都挂 总动得动 我们现在也不照顾他 他病了 能不能我们 现在带孩子的那个儿子 首先要负责人 而带孩子那个 他也有他的想法 他们住在一起 母亲和他的老婆关系又不好 这样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所以这个老太婆老的时候就非常的可怜 在家里没有一个人来关心他 而中国的老人的这种社保制度又非常的差 他要依靠小孩来照顾 依靠小孩来养活他 我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 小孩有小孩的社安保险 而大人有大人的社安保险 都不用小孩来照顾他 或者小孩来养活他 这个就是两种制度的缺乏 好了 今天我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